图仙社买的商铺位于嘉兴海宁的金泰公馆 合同上预测面积为33.72平方米 总价496502元 他说2018年3月份来认购时 这里的商铺有些抢手 开发商海宁绿林之业当时宣传 业主们买下商铺后可以直接托管收租 在楼上 二楼 二楼 对 就整个里面进去的一小间 对对对 那时候我是做养殖的 听他们说这地段好 做农贸市场这方面的 但是很抢手买很多人买 对对 开盘一个礼拜好像就买完了 图先生出示了金泰公馆委托经营管理合同 说是根据开发商要求签的 商铺从2020年4月1号起 委托给海宁乐时市场管理有限公司经营 为期10年 委托合同里没有每年租金的具体数额 收益回报及支付方式章节中 按照托管前5年和后5年这两个阶段 约定了图先生每年获得的收益 为总房款的5%到7% 或者商城实际经营租金的10% 至于怎么查询商城实际经营租金 以及为什么2018年签合同买的商铺 要等到2020年4月份才开始算托管时间 图先生说不清楚 你这个整个合同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 你蹲了50万进去了 这个当时我肯定也被他们负用掉了 他怎么负用你的 怎么跟你说的你还记不记得 那还记不得了这么多年了 查询图先生的银行流水 2020年10月20号 他收到海宁乐时转来的第一笔房租 11560.31元 2023年12月5号 开发商海宁绿林转来1857元 图先生说 这就是他最后收到的一笔租金了 期间每一次打款的时间和金额都不固定 头两年还可以 基本上半年一来吧 半年一转吧 到后来就越拖越久越拖越久了 但是我看23年开始变成你的开发商了呀 为什么又不是这个委托公司的变成开发商了 就你有没有签过其他协议的 这个那时候他们通知是 说什么也就是说什么变更 变更了一下 但是我们也没有 变更了什么呢 变更了合同呢 也没有拿到 也没有什么 反正就去签了一个字 图管 原来跟他们签的协议 哪一家就是哪一家图管 那么他说他最后变更过的协议 他没看到过啊 那现在是归开发商吗 绿林吗 有可能 原来他学义他说的可能有的嘛 你有协议吗 没有啊 那你们两个协议 要不当方对质一下 我不管策筑的 没有管策筑的 这个他们都到发育区了嘛 要不也到发育区购门 朱经理表示 目前开发商和第三方托管公司 都说是无力支付托管租金了 类似遭遇的商铺业主 不止他一个 朱经理要了记者的电话 说是会去问一下公司 记得注意到 图先生商铺所在的楼层 目前是一家全国连锁的家装公司 整层楼已经将所有的小商铺 打通装修成了统一的经营和办公区域 家装公司的现场负责人表示 他们从2020年起入住 一直在向海宁乐时缴纳租金 我们付了房租 发票开的就是这个 我们签了十年合同 已经四年了 那等于是现在一直在出租 对 一直到一定的时间 我们就付房租到 我们现在实际收到的 只够付他们 返租的租金的三分之一 那么其他的这部分 三分之二左右 都要股东们 所有房产公司贴出来的 那么现在分了房产公司 其他投资啊什么 多经营困难套在那里 房子卖不动吗 你都现在拿到没钱了 像他这样的情况 多不多的 就来我们这边打听 这个托租金的形状 每年有几个 每年都有 有的是我钱拿到的 有的钱没拿到的 图仙人表示 他也一直在寻找 有类似情况的商铺业主 小王就是通过 你们1818黄金言这个节目 能够找到更多的业主 我们联合起来 然后去一起找他们 像我们单独去找他们 肯定是没用的 人多吗 力量才大嘛 发稿前 开发商海宁绿林 置业有限公司 没有进一步回复 1818黄金言 记者报道 我叫你去看我